各位朋友,我想我們幾個月前也來過,然後在立法院也來過 那我們那些官員是跟我們說反兵棄局,我坦白講 然後要廁所不及 那我是覺得說,這個政府是強調社會溝通的政治總理是最重要的 我要跟大家簡單說明一下就是說 根據原機法,我們原作民的土地包含傳統領域 那因為歷史的因素,我們的傳統領域一部分是在這個私有的 那一部分是在國有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現在努力是,這兩塊我們都要如何約束 尤其是在發展的這個部分 那很顯然的,我們一些所謂的精英,他是把他的心放在是公有的那個部分 但是呢,如果說公有的這個部分,從日治時代到國民黨來這個時代是用搶的話 其實我們一般那些私有的部分,其實是偷跟騙,我必須要這樣講 偷騙搶,美奧紐加跟台灣都是一樣的 如果今天我們這個辦法,這是一個行政命令通過以後 很明顯的就是說,現在一些我們看到的花東的開花案 一定是就地合法 那也就是我們今天各位夥伴提到的所謂的空洞化這個部分 那意思就是說,我們的原基法規範的21條、22條這些同意權這個部分呢,完全是無效 也就是說,他公然用行政命令來否定我們的一個基本的一個法律 那我做個比喻來講好了,變成就是說我們原住民的傳統靈異的話,就會有很多的租借地,有自外法權 就是不用接受連基法的這樣的約束的 這個是我們沒辦法接受的 我意思說,如果真的那些地方經過評估以後是可以開發的話 也應該是由我們原住民來開發才對呀 這樣我們的族人就不用在都會區流離思索啦,看人臉色的事 不是就是這樣子嗎?我們努力的目標就是這個樣子的 那我們只是看到就是說,這是蔡英文總統她的政見啊 那她要旅行的時候呢,她是打折扣的 是夾著改革知名,然後來做實際上是就地合法 如果我真的要講起來的話,國民黨她們過去的那些縣市長 她們是強要硬要這樣就是讓她過關的 這個是所謂的,真小人來講的話 我覺得民進黨她其實做法是一模一樣的 程序的她做法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說用的比較漂亮的,還轟轟烈烈的,高高興興的 然後找一堆族人去背書說,你看通過了這個多好 其實這個是已經從過去到部落公法人等等一大堆這些 就是叫輕施我們延基法的一種措施 那我比較想說,民進黨政府真的就是畏君子 畏君子,那我會講說那8月1號道歉到現在 竟然是做成這個樣子,到底誰要負責任呢? 是總統府呢?是行政院呢?還是園民會呢? 那我是覺得說這三個單位其實是黑白狼軍在往我們的 你一致於等等,那我會覺得說 蔡總統你應該出來跟我們交代一下子 不要躲在總統府裡面啊 以上跟大家報告,謝謝